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個 半定居狀態 露營的瓦斯爐 露營的鍋子 鍋具 然後曬那個 露營曬碗盤的 就是一些露營的設備都被我們搬過來了 我們看到臥管之後 心裡不要太起怜悯之心 有啦 這個size已經比露營車大了 但到底為什麼我們要搬到他中 其實是因為一所學校 我就決定說好 那我們要把小孩先留在這個地方 讓他們開始去進行 他們是符合我們喜好 但是又符合小孩成長狀態的一個 教育跟生活環境 大家好 我是佑聖 我是雷媽 現在呢 你們看到了一台非常乾淨的露營車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宣布一個 非常重大的消息 那就是 不是像新聞講的一樣 我們要定居了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個 半定居狀態 進入了流浪2.0的狀態 什麼叫流浪2.0 就是說 還是在流浪 之前是露營車 四處趴趴走的流浪 但這一次呢 我們是定在某個地方 看超像流浪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來 先讓各位看一下 對面某個建築 看到這裡有一個 透天簇嗎 四層樓的透天簇 那棟建築就是我們現在佔據的地方 這個新家 雖然是我們露營車的狀態 但事實上還是有經過想真理 同文的書桌介紹 這就是我們的書桌 這個也就是 服私露營車的 對耶 沒錯 這裡是我們的客廳 真的 如果真的需要就有同影機 所有的3C設備都在這邊 他們的書啊 玩具啊 就是買來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三餐桌 也是露營的書 哈哈哈哈哈哈 這邊是我們的廚房 這邊有電池 有這電池 然後 北花呢 我是在這個地方料的 這邊的湯還在吃吧 哎! 不要這樣 露營的瓦斯爐 露營的鍋子 鍋具 然後塞那個 露營曬碗盤的 就是一些露營的設備 都被我們搬過來了 然後特地為大家介紹兩個電池 第一就是我們特地添購的 奇蹟 登登 兩千多塊 我們直接去弄二手店去買 另一個就是跟家長借人 很像 是的 沒有這幾樣東西 生存起來是有辦法的 這邊是我們的小褲啦 哈囉 阿森 哈囉 阿森停進來有點失禮 我就沒有讓他停進來 他在外面 來看看是二樓吧 二樓就是我們的臥房 但等一下 我們看到臥房之後 我心裡不要太起憐憫之心 好嗎 這麼慘嗎 對咧 有臥房 有啦 這個size已經比露營車大 這裡就是我們原本露營的 箱子 那裡就是放很多 放阿露營車後面的收納 但現在都是冬天到晚 一種教育 但到底為什麼我們要 按照他中 其實是因為一所學校 一所實驗小學 我們去參觀之後 也跟他的校長跟家長 都相處了很多 而且參加他們很多活動之後 我就決定說好 那我們要把小孩先 留在這個地方 讓他們開始去進行 他們符合我們喜好 但是又符合小孩成長狀態的一個 教育跟生活環境 他們的教育方式比較是大自然 所以他們很多的訓練 或者很多的教學都不在於 寫字啊 考試啊 他比較像是 一直在唱歌 一直在跑跳 一直在爬樹 然後一直在玩一些很自然的東西 對 這是我們喜歡的 這個地點 剛好是可以符合你還需要工作的狀態 像我接下來要去宣傳很多戲的東西 就必須一直來回跑 對我們來講就是 台中可能是我們喜歡 緊密家庭連結 算很好的距離 因為現在是在 在適應中 你要看小孩喜不喜歡這個學校 或是老師覺得他們的學習狀況是怎麼樣 或是我們自己跟他們的互動感覺怎麼樣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是 看看會怎麼樣把我們住的地方 因為我們想要過的生活 打造成 好玩的樣子 好啊 那就謝謝大家 就是一路上錄影車之後 開了頻道 就一直跟隨著我們的頻道 但現在呢 錄影車旅行沒有停止 只不過在週末 週末可能會去一些好玩的Party 或是好玩的活動 跟錄影車有關 跟大賽有關 因為這種還是很愛的事情 那如果你還是喜歡大自然 或是喜歡相關的活動啊 我們相關的分享 還是可以繼續follow下去 但是呢 我們接下來在頻道裡 比較會著重的分享 很可能是在 除了我們出去玩樂的狀態之外 可能是我們定下來之後 我們的教育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生活狀態的 細節的趣事是什麼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粉專 接下來就是值得期待 是因為它一定會變出不搖滑 然後你千萬不要覺得 我們住下來就是無聊 絕對不是 它一定有更多的草皮 在等著 我跟妳的不好意思講 我腦袋中的畫面是什麼 我腦袋的地方 至少要有草皮 至少要有大樹 但是又不想要住 進沒有便利商店的地方 所以我可能得自己 想辦法打造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 接下來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 我要去想親囉 不要 這也太玩笑了吧 喜歡就衝一個啊 你讓我笑也會 你確保安心 我很臭 錯 欸 欸 不知不覺想你 心跳快到不能自己 應該要知己 根本我有生命的危險 就你把我的開口 開這輪流 有一點複雜 我才沒有人 我才沒有人 你又在聽 嗨 妳們好 坐下 我也可以幫忙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妳的 所以我希望妳 身高 體重 有沒有車 有沒有房 我還來了喔 現在立刻馬上去換衣服囉 沒有想到妳那麼愛竟然這麼重 到底為什麼要坐推車啊 妳離那個叫Cannon 讓妳的越遠越好 蔡浩潔 妳還是愛情幫我叫醒 驚喜